澎湖的漁市場還沒到休息時間 攤販的海鮮已經賣光 因為最近的漁貨量減少了 攤販提到近期中國海警船頻頻出動 澎湖的漁民不敢出海 漁貨跟著減少 海鮮價格自然也跟著上漲 平均漲了一兩百元 海鮮量少又變貴 餐廳業者也很有感 甚至還得拜託廠商留貨 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活海鮮 近來有民眾反映漁市場 進港的漁貨量有減少的情形 至於減量的狀況 我們也會再做進一步的追蹤 中國海警驅趕台灣漁民 不只造成地方人心惶惶 漁貨減少 民眾想吃海鮮恐怕得多花點錢 採訪新聞網友 黃鎮傑朋友三部報導